美丽的吸血鬼 泰尔菲尔·葛迪耶 1836 泰尔菲尔·葛迪耶生于1811年 死于1872年 不仅是浪漫主义鼎盛时期和法国前期高岛派的杰出大师 还是霍夫曼在法国的主要继承人 在他的诸多怪诞故事中 美丽的吸血鬼是最著名也最完美的一篇 也许太过完美了 葛迪耶追求完美 可以说他遵循了所有的理论准则 他是活死人和吸血鬼题材的高级样本 此处是女吸血鬼 并获得了波德莱尔的赞誉 我们将在故事里看到 刚任职的神父罗姆亚尔德 被美丽的克拉利蒙德勾起欲望 从高塔上看到整个城市 显贵的秦妇的宫殿被阳光照亮 用人策马而来 请神父给克拉利蒙德做灵州图圣有礼之前 神父一直在偏僻的教堂里忏悔度日 对一个已经逝去女人的爱 对清平教室的生活和醉生梦死 数为现实 数为梦境的不确定 发现克拉利蒙德是个靠爱人血液生存的吸血鬼 所有这些细节的设计很快便成为一种传统 二流小说和电影争相模仿 最后克拉利蒙德的尸体被挖了出来 他在棺材里完好无损 嘴角上挂着一丝血迹 但玄境变成窟窿 兄弟 你问我有没有恋爱过 有过 那是一段离奇而可怕的经历 我已经六十六岁了 却还是不敢搅扰那段尘封的记忆 我不愿拒绝你的任何请求 不过 我不会把这段经历 讲给阅历尚浅的人听 那些事太过离奇 我都不敢相信 它们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有三年多的时间 一种非同寻常的异症 折磨着我 我不堪其扰 我这个可怜的乡村神父 每天晚上都会被带进同一个梦里 我向上帝祈求 但愿那只是一个梦 过着迷失自我 总情声色的生活 我因为朝一个女人看了一眼 差点失去灵魂 不过最后 在上帝和主宝圣人的帮助下 我终于将附身的恶灵驱逐出去 当时 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白天 我是正派的神父 忙于祷告和圣旨 夜里 我从和尚眼睛的那一刻起 就变成了一名年轻的贵族 一个对女人 狗 马匹 赌博 酗酒 脏话 了解甚深的人 我白天清醒的时候 感觉 却像身处梦境 梦到 自己是神父 我在夜里 梦中经历的事 说过的话 冤风不动地 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怎么也挥之不去 我从不出门 但别人听到我的言谈 会说 我是个常进人间干苦 悲弃士族 到宗教中 来寻求庇护 希望在教会的怀抱里 了却残生的人 而不会说 我是在森林深处 与世隔绝的教区里 渐渐老去的 卑微神父 不错 我曾经爱过 这世间没有谁 像我那样 怀着无法遏制的 疯狂激情去爱 那股激情 那样汹涌澎湃 我很惊讶 它居然没让我的心爆裂 啊 那些 美妙的夜晚 美妙的夜晚 我从小就认定 从事圣职 是我的使命 因此我根据这个目标 选择学习的内容 我24岁之前的生活 只是一段漫长的间隙期 我完成神学方面的训练之后 担任过各种低节神职 我的老师们认为 我现在还年轻 但能拿到最高学位 我的受任圣职典礼 定在复活节中 我从未步入社会 对我来说 世界的边界就是 长老院和神学院的围墙 我隐约知道 有种叫做女人的存在 但并未多加留意 我单纯的 就像一张白纸 每年 我只跟年老体弱的母亲 见两面 这就是我跟外界唯一的联系 对于不可更改的誓言 我既不后悔 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满怀喜悦 迫不及待 没有哪个年轻的新郎 比我更急切地 熬过那些终点 我兴奋得 难以入眠 我梦到自己在步道 我觉得 成为神父 是最美妙的事 我为此 宁肯放弃 成为国王 或诗人 成为神父 就是我 最大的心愿 我告诉你这一点 是为了让你明白 我最不可能遇上那种事 最不可能 被那种事 迷得神魂颠倒 那个重要的日子 来临了 我不履轻盈地 朝教堂走去 仿佛肩上 长了翅膀 可以遇风而行 我觉得 自己就像天使一般 我为同伴们 严肃和深思的表情 感到惊讶 我们是好几个人 结伴同行 头一天晚上 我是怀着 近乎狂喜的心情 在祈祷中度过的 我觉得 主教大人 因为 可敬的老者 似乎就是 上帝的化身 正在凝望着永恒 我仿佛 透过这座 神圣建筑的拱顶 看到了天堂 你知道仪式的细节 祝福 祝福 圣餐 把新信徒的油膏 涂在手掌上 最后跟 主教大人 一起献上圣祭 这些 我就不赘述了 哦 约伯说 不仔细看清楚 究定约的人 是轻率的 他说的可真对 我一直低着头 偶然抬头时 我看到前面 似乎就在 出手可及的地方 但 其实 他在栏杆的另一侧 离我 有一段距离 我看到一名 身穿华服的 绝色女郎 那种感觉 就好像 蒙在眼上的东西 脱落了一般 我就像 重见光明的盲人 前一刻 还光彩照人的 主教大人 突然 黯然失色 金色烛台上的蜡烛 就像白天的星星一样 整座教堂 都变暗了 哪个迷人的造物 就像天使显明一般 在幽暗的背景中 显得格外惹眼 它仿佛 在熠熠闪光 而不只是 承接光亮 我垂下眼帘 决心不再抬眼观看 这样 就不会被 外物所获 我的神智 越来越 迷离恍惚 我几乎 搞不清自己 在做什么 我很快 又睁开眼睛 透过睫毛 看到了它 它身上闪耀着红彩 它沉浸在 玫瑰色的目光里 就像在欣赏夕阳 哦 它可真美 那些从天堂寻找 理想化的美 将圣母的肖像 带到凡间的伟大画家 也不曾触及 这份绝妙的真实 不论是诗人的歌谣 还是画家的调色版 都无法将这种美 描绘出来 它身材高挑 仪态 就像拧神一般 它那柔软的金发 由中间分开 在两鬓落下 就像两股金色的波浪 它就像头戴冠冕的女王 它那宽宽的额头 白中带青 光洁透亮 透着安详 它的眉毛 近乎褐色 将它的海绿色眼睛 衬托得更加光彩照人 那是怎样的眼睛啊 它们只要眨一下 就能决定一个男人的命运 它们生动 清亮 流光溢彩 我从未见过那样的眼睛 一道道目光 就像箭矢一样 直射我的心房 我不知道 照亮那双眼睛的光线 来自天堂还是地狱 不过 不是前者就是后者 这个女人不是天使 就是魔鬼 要么 就是两者的结合 她显然不是 从人们共同的母亲 夏娃的子宫里 孕育出来的 她的牙齿 就像东方最纯净的珍珠 在微笑的红唇中 闪闪发亮 她一笑 玫瑰色的迷人脸颊上 就会出现小小的酒窝 她的鼻子 线条明细 透出王族的高贵 暗示着最高贵的血统 鲜艳的玛瑙 点缀着半露的香肩 那光洁闪荡的皮肤 一串串的大珍珠 就像她的脖颈一样洁白 锤挂在她的胸前 她不失抬头 就像蛇或翘首的孔雀 高高的镂空皱立 估在她的脖子上 就像银色的格栅 她穿着一件红色天鹅绒裙子 貂皮衬边的宽秀口中 露出高贵的鲜手 手指细长圆润 几乎能让光线透过 就像黎明女生阿罗拉的手指 所有这些细节 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仿佛就是昨天的情景 因为我当时虽然倍感困扰 却把一切记在了心里 连最微小的细节都没放过 下巴侧面 有了一小黑质 就在嘴角望下一点 积不可查 眉毛好像天鹅绒般柔软 睫毛在脸颊上头下 颤动的阴影 我把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记下了 我望着她时 感到此前 一只紧闭的心扉敞开了 四面八方的小窗板 都拉开了 向未知的景色敞开 生活向我展现出 全新的一面 我就像在思想与情感 完全不同的世界 重生了 一股可怕的痛苦 绝着我的心 每一分钟 都像一秒钟那样短暂 又像一个时代那样漫长 与此同时 仪式还在进行着 我汹涌的欲望 暴躁地涌向那个世界的人口 而仪式却将我带离那个世界 我想说不 却说出了 是 而我心里的一切 都在对我的舌头 违背灵魂地表达提出抗议 但某种神秘的力量 撕碎了我喉咙里的话 也许 那些走向祭坛的年轻女子和我一样吧 尽管一心想要拒绝强加给他们的丈夫 却无疑将计划付出行动 无疑 那些接过面纱的可怜见习修女 也是这种情况 他们原本决心在宣誓时将面纱丝的粉碎 谁也不敢当众制造这样的丑闻 或者辜负那么多人的期望 众人的期盼 众人的目光 就像牵坐的头盔一样沉重 而且 仪式的程序安排得那样妥贴 已经提前打点好一切 显然已经无可更改 心中的想法屈从于现实的重压 变得软弱无力 随着仪式进行 那个陌生美女的目光也变了 起初是温柔与爱抚 渐渐变成被误解之人的鄙薄与不满 我拼尽全力 使出足以将大山拔起的力气 想要高声说出 我不想做神父了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的舌头仿佛黏在善恶上 我无法将欲望转化成最微弱的拒绝 我分外清醒 却仿佛深陷噩梦 想要说出生死攸关的话 却做不到 她好像明白我在经受着怎样的折磨 就像是为了给我勇气 她向我投来的眼神中充满神圣的承诺 她的目光就像一首诗 每一刻的眼神都是隐行诗句 他们仿佛在说 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人 我会让你比天国的上帝更加快乐 天使们都会嫉妒你 扯掉你准备包住自己的果实布吧 我就是美 我就是青春 我就是生命 来我这边吧 让我们彼此相爱 你牺牲了爱情 耶和华又能拿什么来跟你交换 我们的生命会像梦里一样消失 但它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吻 把那个杯子从你的唇边甩开 你就自由了 我会带你去无名的小岛 你会睡在我的怀里 睡在金子座的床上 银子坐的花盖底下 因为我爱你 愿意把你从上帝那里带走 那么多高贵的心灵 在上帝面前涌出潮水般的爱 却到不了他的身边 我仿佛听到了这些话 这些话带着无限甜美的韵律 他的眼神仿佛能发出声音 传达出的话 在我的内心深处回响 仿佛有看不见的嘴唇 把那些话吹进我的灵魂 我感到自己做好了 启决上帝的准备 但我的嘴唇鸡泻地 送读着仪式上的套话 那个美女又看了我一眼 目光那样恳切绝望 我感到心如刀角 胸口就像中了无数之剑 那份痛苦不亚于圣母的悲哀 仪式结束了 我成了一名神父 人的表情从未反映出那样强烈的痛苦 看到一中人在身旁突然死去的姑娘 看到孩子的摇篮突然变空的母亲 坐在伊甸园门口的夏娃 发现自己的金银财宝被调包成石头的手材奴 将自己最佳作品的唯一手稿 尸首落入祸中的诗人 这些人的表情 也不会比那幅表情更加倍上难过 她那迷人的脸颊 血色尽湿 变得像大理师一样苍白 她那美丽的手臂搭了在提侧 仿佛肌肉完全失去了力量 她躲在柱子上 仿佛双腿无力 支持不住身体 我呢 面色惨白 前额冷汗蹭蹭 就像耶稣受难像一般 我步履蹒跚地朝着教堂的门口走去 感到窒息 教堂的拱顶似乎塌落在我的肩上 全靠我的头颅支撑着 我正要跨过门槛 突然 一只手抓住我 是女人的手 那时 我从未碰过女人的手 它就像蛇皮一样冰凉 那份触感 保留至今 就像滚烫的烙铁 在我的身上打下了烙印 是她 不幸的人哪 不幸的人哪 你做了什么 她小声对我说 然后消失在人群之中 老主教从我身边走过 用严厉的目光望着我 我方才的表现肯定非常奇怪 我的脸一阵红 一阵白 视野变得模糊不清 一名同伴可怜我 带着我离开了 我要是自己走 很可能连回神学院的路都找不到 在一个街角 我转过头去 看见一名衣冠楚楚的黑人 侍从走过来 侍从递给我一本 四角镀金的袖珍小册子 适用我把它藏好 就立即走开了 我把它塞进袖子里 独自回到房间 我打开小册子上的扣环 里面只有两叶纸 上面写着字 克拉利蒙德 孔西尼宫 那时 我不安事实 从未听说过克拉利蒙德 尽管他很有名 我也不知道 孔西尼宫在哪 我做了上千种推测 一个比一个离谱 不过老师说 只要我还能再见到他就行 至于他是贵妇人 还是交际花 我并不在意 这份出生的爱情 已经永远扎下了根 我压根没动过斩断情思的念头 我强烈地感到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这个女人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她的一个眼神就足以改变我这个人 她把她的意愿通过呼吸传达给了我 我的生命从此不再是我的了 而是她的 我要靠她传达的气息来维持呼吸 我不停亲吻着我手上她触碰过的地方 一连几小时重复她的名字 我闭上眼睛 却能看到她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我还不停地重复着她在教堂门口说的话 不幸的人了 不幸的人了 你做了什么 我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是何等可怕 自己步入了怎样抑郁和恶劣的境地 身为神父 就要禁欲 不能恋爱 要对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视而不见 要回避各种各样的美 归缩在修道院或教堂冰冷的阴影里 看到的只有将死之人 在素不相识的死者身旁守夜 穿着黑色的长袍 就像给自己戴笑 最后 神父袍会变成自己的关照 我心潮澎湃 血液在动脉里游厉地悸动着 我那压抑已久的青春猛然爆发出来 就像一百年才能开花的龙舌兰 伴着一声惊雷 忽然开出了花朵 我要怎么做 才能再一次见到克拉里蒙德 我没有离开神学院的借口 我不认识成你的任何人 我甚至无法在学院里长期停留 我只是在等待教会 将我负责的教区分派给我而已 我试着弄松窗上的栏杆 但外面高得吓人 没有梯子 别想下去 再说 我也只能趁夜里溜出去 我要怎样才能从迷宫般 错综复杂的街道里找到路 这些困难 对别人来说 或许不值一提 但对我这个可怜的神学院学生 没有经验 没有钱财和音赏的情人来说 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如果不是神父 就每天都能见到他了 我会成为他的爱人 他的丈夫 我痴迷地想象着 那样 我就不会穿着这身阴沉的国师布 而会穿着绫罗绸缎 披荆带银 手拿宝剑 帽子上 别着羽毛 就像年轻英俊的骑士那样 我也不会再留光头 而会续琴长脊脖颈 波浪一般的卷发 我会续琴上蜡的小胡子 成为一个时髦的青年 但在祭坛前面度过的一个小时 少许含糊不清的话语 让我斩断了沉远 我亲手用墓石 封住了我的墓穴 亲手拉上了监狱的门栓 我来到窗边 天空是一片美丽的湛蓝 树木 披上春装 大自然似乎在举行一场讽刺的盛大游行 广场上人山人海 来来往往 少年和少女们成双成对地走向花园和凉亭 快活的朋友们挽着胳膊 唱着住酒的歌谣 那幅熙熙攘攘的景象 充满活力 跟我的悲哀与孤独 形成可悲的对照 门前台阶上 有一位年轻的母亲 在跟她的孩子信耍 亲吻着那张沾着牛奶的红润小嘴 用只有母亲才能发明出来的 一千种稚气的把信 逗弄着她 那个做父亲呢 站在不远处 插着胳膊 面带笑容 望着迷人的母子二人 心中满是幸福 这一幕 让我感到无法忍受 我关上窗户 吐倒在床上 心里充满愤恨 和可怕的嫉妒 像饿了三天的老虎那样 肯咬着手指和毯子 我不知道 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不过 我猛的一转头 发现 萨拉平翁院长 正站在房间中央 专注地望着我 我羞难不语 垂下头 双手掩面 罗米亚尔德 我的朋友 你心里正发生着 不寻常的事情 沉默片刻之后 塞拉平翁院说 你方才的行为 真是莫名其妙 你一向那么虔诚 镇定 优雅 可你方才 却像野兽一样 在房间里发怒 要当心 我的兄弟 不要听信魔鬼的教唆 正因为 你将自己永远献给了上帝 所以 才激怒了恶灵 他像恶狼一样 在你周围 徘徊不去 做着最后的努力 想把你拉拧过去 不要微靡不振 亲爱的罗米亚尔德 用祈祷 做铠甲 用禁欲 做盾牌 跟敌人 勇敢地战斗吧 你会战胜他的 美德 必须经受考验 经过 灰敏 提炼的金子 他会比以前更精准 不要害怕 也不要气馁 那些 最警惕 最坚定的人 也经历过 这样的时刻 祈祷 斋戒 冥想 恶灵 就会离你而去 萨拉皮翁院长的话 让我恢复清醒 渐渐平静下来 我过来 他又说 是要通知你 你被指派到 C教区了 那边的神父 刚刚过世 主教大人命我 让你前去赴任 做好准备 明天就要动身了 我点了点头 表明 我会做好准备 院长 离开了 我打开祈祷书 开始 朗读 祈祷文 但 一行行文字 很快就乱作异团 我心里的种种思绪 纠缠难解 祈祷书从我手里掉了下去 我都没有发觉 我明天就要走了 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们之间 原本就有重重阻隔 现在又多了一重障碍 再也没有 见到他的希望 除非 发生奇迹 我应该给他写信 我让谁 去送信 我被授予了 神圣的角色 我又能 向谁吐如心声 说出秘密了 怀疑和恐惧 令我心烦意乱 这时 我又想起 塞拉皮蒙院长 说过魔鬼的花招 如何如何 这番 异乎寻常的经历 克拉里蒙德 那不属于尘世的美貌 他那 闪耀着灵光的眼睛 他的手 留下的灼痕 他给我带来的 种种困扰 我心里 突然发生的变化 我转眼 便放弃了虔诚的志向 所有这些 都清清楚楚地 表明魔鬼的存在 那只柔软的手里 或许 隐藏着魔爪 这些想法 令我大为恐惧 我拾起 从膝头掉落的祈祷书 再度祈祷 第二天 塞拉皮蒙过来接我 两头骡子 驮着我们的少许行李 在门口等着 他和我 各自骑上一头 我们穿过 城里的街道时 我观察着 每一扇窗户 每一个阳台 希望看到 克拉里蒙德 不过 这是时间还早 城里的人 尚未醒来 我的眼睛 恨不得 赶在我们走过之前 看透 每一座宅地的 窗板和窗帘 无疑 塞拉皮翁 把我这种 好奇的表现 当成 我对建筑之美的欣赏 因为 它让坐骑 放慢脚步 好 让我从容观赏 我们终于 来到城门外 开始 翻山越岭 来到山顶时 我转过身 最后一次 朝 克拉里蒙德 生活的地方望去 只见 一团乌云的阴影 笼罩着全城 蓝色和红色的屋顶 掺杂在一起 融合成 一种混合的色调 早晨的烟 从那些屋顶 冒出来 好似 一股股泡沫 借着 一种奇特的光学效应 有一栋 宏伟的建筑 在一束阳光的照耀下 发出闪闪金光 四周的房舍 都隐藏在薄雾之中 它比他们都要高 它距离这边 好几里路 但 看起来离得不远 就连 最微小的细节 也可以分辨得 清清楚楚 塔楼 屋顶 窗户 还有燕尾状的 风向标 那边 被阳光照亮的宫殿 是什么地方 我问塞拉皮翁 他手搭梁棚 看了看 回答说 那是 孔悉尼王子 赐予情妇 克拉里蒙德的 古老宫殿 那里发生过 可怕的事情 就在那时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 那究竟是真的 还是我的错觉 我觉得 自己看到 一个苗条的白色身影 朝阳台走去 一闪即逝 是 克拉里蒙德 哦 他是否知道 此时此刻 我在这条 将我从他身边 永远带走的 陡峭山路顶端 激动 而苦恼地 眺望着 他居住的宫殿 一束信血的光线 似乎将宫殿 送到我的眼前 仿佛在命令我 步入其中 成为他的主人 他肯定知道 他跟我心有灵心 能感受到 我最微弱的心跳 正是这份体察 让依然身着睡袍的他 登上尘陆闪亮的阳台 阴影笼罩宫殿 这时 只能看到 一片由屋顶 会成的 静致的海洋 只能看到 一片高低 错落的起伏 却什么也分辨不出 塞拉皮翁 催赶着骡子上路 我的骡子 也走起来 转了一个弯 我再也看不到 癌子成了 因为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在乏味的乡间 赶了三天路之后 看到树后面 露出教堂上的风向标 那就是 我要任职的教堂 我们穿过几条 两边是农田的 弯弯曲曲的小路 来到这座并不宏伟的教堂跟前 门廊上装饰着几道凹槽室文 还有两三根雕工粗糙的杀银原柱 屋顶上 屋顶上了马 拱壁也是杀岩启成的 左边是教堂的墓地 杂草存生 中间有一个大大的铁石子架 右边是神父住宅 笼罩在教堂的一银里 那建筑所十分简陋 但一尘不染 我们走进神父住宅 一些家庭正在捉食着 地上寥寥无几的燕麦粒 他们显然已经看惯了神父的黑袍 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惊慌 甚至懒得让开路让我们过去 我们听到一声沙哑的犬吠 一只老狗朝我们跑来 是我的前任养的狗 它两眼昏花 薄静泛灰 种种迹象表明 它已经老得不能再老 我轻轻地摸了摸它 它马上便带着难以言喻的满足 跟在我的身旁 一名老妇出来迎接我们 它是老神父的管家 它领我们看完一个低矮的房间之后 问我是否打算留用它 我说 我会留用它 那只狗 那些家禽 它的主人去世时 留下的全部家具 我都会留下 这让它大为欣喜 萨拉皮翁院长 按照他说的价格 把钱当场付给了他 我就任之后 萨拉皮翁院长便回神学院了 我孤零零地留下来 凡事都只能依靠自己 对克拉利蒙德的思念 又开始困扰着我 我努力克服这种思念 却总是徒劳 一天晚上 我沿着笔林马舅的小花园 走到散步时 觉得自己透过修剪过的树林 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她在追随着我的脚步 看那两只海绿色的眼睛 隔着叶丛 闪闪发亮 可那只是我的错觉 因为我走到小路尽头之后 只发现了留在沙地上的一枚族裔 她那么小 肯定是小孩子的脚步 花园的四周围绕着高墙 我走遍花园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看到任何人 我始终无法解释这件事 不过这跟我后来的离奇遭遇比起来 算不了什么 我就这样过了一年 忠实地履行各种职责 祈祷 摘见 告诫 帮助病患 大肆施舍 常常搞得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但我感到自己的内心一片荒芜 慈悲的源泉已经干涸 我感受不到履行圣职的喜悦 经常心不在焉 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克拉里蒙德的话 兄弟 想想看吧 我只是盘眼看了一个女人 只是犯下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 就经受了那么多年痛苦的折磨 整个人生都永远陷入了困境 我不会对内心的挫折多做描述 每一次成功都伴随着更深的失落 我还是直奔重点吧 一天晚上 门铃大作 老管家过去开门 来的是一个皮肤油黑的人 他的衣着华丽 但样式奇特 还配着一把长剑 站在巴巴拉的提灯灯光下 管家起初感到害怕 但那人请她放心 说她有事 必须马上见我 巴巴拉领她上楼见我 我当时正要救请 那人告诉我说 她家的女主人 一位贵妇人 正处于弥留之际 想见神父 我回答说 我愿意陪她过去 我带上行临终徒油里 必不可少的东西 就赶紧下了楼 门前有两匹马 他们漆黑如夜 胸前的棕毛上 挂着两滩汗水 正用蹄子 不耐烦地刨着地面 那人替我牵马坠灯 扶我上马 接着扶住前安桥 跳到另一匹马身上 他用两心一甲马腹 松开枪绳 马儿便像箭一样 飞奔出去 我那匹马 也由他牵着枪绳 急驰起来 跟另一匹 齐头并进 我们从马飞奔 灰色的地面 从我们下方 极掷而过 树木 乌黑的轮廓 就像溃败的军队般 匆匆 向后退去 我们穿过一片 令我毛骨悚然的 幽暗森林 马蹄 踏在石头上 激起 阵阵火花 在我们身后 留下串串火光 要是有人 在这个时辰 看到我 和我的向导 准会把我们当成 从噩梦中 冲出来的幽灵骑士 灰火不时 出现在我们的路上 寒鸭在森林深处 发出阵阵悲蹄 时常可以看到 野猫 那闪着灵光的眼睛 我们胯下的 马踪毛上 蒸腾出 越来越浓重的热气 身侧大汗淋漓 鼻孔吃力的喷气 不过 那名马夫 看到他们放慢速度 便会发出 一声粗嘎的叫喊 听起来 不像是人发出的 他用那样的叫喊 给他们鼓劲 他们又狂奔起来 马儿的速度 终于慢下来 前方的黑暗中 突然闪现出 点点灯火 马蹄踏在 铺了铁的蹄道上 发出更尖密的声响 一段拱狼 在两座巨大的 塔楼中间 张开 黑洞洞的嘴巴 我们从中 穿行而过 城堡里的人 紧张地忙碌着 请着火把的仆人们 从院子里 往四面八方散去 一盏盏提灯 在一处处 楼梯平台上 晃动着 我有些迷惑地 看到一座巨大的建筑 圆柱 拱狼 楼梯 真是一个既豪华 又怪诞的建筑奇观 一名黑人士 从过来帮我下马 我马上认出 当初就是他 把克拉里蒙德的 绣针本子 交给我 一名身穿黑色天鹅绒衣裳 戴着金项链 手拿象牙手杖的 男管家 上前迎接 泪水 从他的脸颊 滚滚流到花白的胡子上 太迟了 他摇着头说 太迟了 神父先生 不过 就算您不能拯救 这个灵魂 也来看看 这副可怜的事故吧 他挽起我的胳膊 领我到停尸的房间 我哭得跟他一样难过 因为这时我已经知道 死者正是我疯狂爱恋的 克拉里蒙德 一把祈祷椅摆放在床边 一支青铜杯子上 闪烁着一团幽蓝的火焰 给屋里 撒满摇曳的灰光 时而照亮家具 或墙上的装饰线条 那突出的棱角 桌子上的楼雕 银花瓶里 插着一支枯萎的白玫瑰 镜杆上 只剩一枚花瓣 其余的 都散落在花瓶底下 就像一颗颗芬芬芳的泪珠 一个破碎的黑色面具 一把扇子 各种花美的衣裙 摆在一把把椅子上 表明死神是出人意料的 造访了这个奢华的住所 我不敢往床上看 便跪下来 激动地送读起赞美诗 感谢上帝用木种 隔绝了 我对这个女人的思念 从今以后 我在祈祷中 加上她的名字 便不再是独神的行为了